铁路局的员工今天上午九点钟举行大会庆祝第七届铁路节,陈树西局长在会中表示,今天也是我国铁路史的九十周年纪念。 台湾省交通署长陈来甲已在会中指出,铁路局今后应当致力于铁路电话和新建环岛铁路,陈署长并且颁奖给杨宗臣等资深人员。 交通署长张继正今天上午十一点钟在台北市铁路双连站近西街的平交道旁边,主持了高时传议式塑像的揭幕典礼。 高议式是在去年十月三十一号为了抢救一部闯越平交道的台北市公共汽车而被火车撞倒而殉职的。 张部长今天在典礼中表示,希望高意识的舍身取义的事迹在社会上能够扩大影响,对铁路平交道,以致整个交通安全有所改善。 上午八点三十分,铁路局长陈署希亲自为铁路员工卷属的文艺作品展览剪彩。 在会场的门口,有一个电动火车的模型吸引了很多观众。 展触的作品当中包括了书房六十幅、国画五十四幅、金石两幅、摄影九十件、插花三十盆、手工一瓶一百六十件以及各种。